本來的高麗菜已經可以採收上市了 雖然不正的菜家並沒有理想 但是這位年輕農民王悠恩 並沒有想要香調還是放棄採收 他靠到Facebook 將這些菜全補不了了 然後我老婆就建議我說 你就用FB 反正一個朋友他可以介紹十個 說不定更多 但是我沒有想到他的力量是這麼的強大 你兩個禮拜賣了多少高麗菜啊 目前的話 大概已經接近五千顆 但是我沒有打算把他全部都賣完 因為我還有要留一些 就是做一些捐給育幼院啊 社福機構這樣子啊 和很多年輕農民一樣 王悠恩也不夠外面做工作 但是在他洗澡的時候 早就已經有回來進產的網上了 我想種菜是在國中的時候 因為我國中記得那個 有一個課文是有關於桃淵明 那我非常那種向往就是說 日出而做日落而行這種生活方式 只不過 沒有想到我接觸農業 這個部分會發生在那麼早 因為想要過 私人所下的美好生活 所以王悠恩還是決定完成這個房 這個高麗菜賣十塊 雖然有高修 雖然也讓他感到幫助 你說一顆賣十塊 你說有賺嗎 沒有賺 那你跟著你賺到什麼 賺到了朋友 對啊 你賺到了經驗 你賺到了人家給你的鼓勵 你賺到自己的自信心 你賺到的說不定是 以後更多更多更多的獲利 人家有一句話叫什麼 知足常樂 那菜金菜頭這部分 既然我回來選擇要種的話 我就會有那個心理準備 對我只是想說 回來種菜的話就是 跟我老婆小孩 這樣子就是三餐有個溫飽 那那個生活花費夠用就好了 FB的定段 從南到北都有 十塊的高麗菜還要送去 聽起來只有太麻煩 但是王宥恩就是要用看了我的心情 看台的這項可以賣菜 還可以交朋友的工作 因為 這就是他夢想的生活 記者靈一靈 菜方報道